B是新SL敞篷跑车马力破600匹,AMG操刀打 造性能挂保证虽然梅塞德斯辨子B是 SL斯电动硬顶敞篷跑车已宣告停产报道请点此 但同样具有上空风情的SL则有不同命运,因为新款SL 敞篷跑车将交由AMG性能部门操刀,并渴望具有AMG GT跑车的强悍实力,B是AMG部门总裁托比 巴斯莫尔斯在接受小鱼奥卡尔大鱼访问时表示 新款SL敞篷跑车将由AMG负责开发,在维持舒适性 的前提下进行性能强化,原型车最快在今年底就会亮相 据了解,新SL将搭载MSA模组化运动平台莫德 勒斯波子阿奇特克第二,并与第二代AMG GT共用大量零件 同时将硬顶场,横改为软顶场棚,以达成车体轻量化的目标 尽管目前,原厂尚未证实,但在动力编程上,预估新SL将搭载3 铃声V6渦轮引擎,并具有最大马力365匹、430匹 两种输出,并且还可透过EPU布斯特复合动力技术 额外提供22匹马力,而在SL63性能车型上,则有 广搭载4.0升V8双涡轮引擎,使最大动力输出突破6 00匹,仅次于AMG GT63S最大马力为6 30匹 30匹